三重高中国文科教师群经过数次的线上和实体共备测试 以打开新页宝盒出发 让学生以解谜的方式学习文字阅读 比较画作还有认知风格 以五官沉浸的方式一起来认识反骨的画作 现在学习的方式越来越有趣 三重高中国文科教师群设计了一场沉浸式导览课程 让参与的学生透过解谜的方式 认识余光中笔下的范骨 我们设计的这一堂范骨的沉浸式教学 主要是配合我们这一课有余光中的范骨 所以我们设计了以五感的体验 让学生学习认识十五步画作 因此有这一堂所谓的一个互动式的床观的教学设计 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认识范骨 那所以我们设计了十五幅的画作 那从精心的文字的部分 还有解谜的部分 为什么会加进去呢 那是因为增加它们去破解 以及体会的一个深度 那可是其实在解谜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谜底通通都跟范骨有关 包含它的生日 包含它的死亡日期 包含它的画作术 全部都在所有的谜面当中 透过解谜的方式学习 果然成功引起学生的兴趣 大家透过团队合作的方式 陆陆续续完成关卡 尤其率先解开谜底的前面两组同学 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我有跟我的好伙伴一起解出来 就是 没有我们都很快的解出来 所以其实还好 我这样活动真的可以记很多东西 因为要记得解谜嘛 所以更方便去记 不然平常都是要考试什么的 压力其实蛮大的 这样有奖励什么的 就是激发我的那个 好我们来看这一整个 最盛富裕 今天的课程跟平常的国文课 有什么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是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国文课就只有配 因为那时候跟美术有相关 也就是那个范骨的相关的那一课 然后这一次跟国文课差最多的就是 因为这次有活动 不是就坐在那边听课而已 我比较喜欢这种 学生在解谜的过程当中 必须透过文字的阅读 尝试去比较范骨的画作 甚至认识不同的风格 才有办法找出打开饱盒的密码 以游戏的方式深度认识课本的内容 记者神仲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但前一方的 Spencer 队讨